你看我今天辛辛苦苦做的這個旗宇 多麼漂亮 金小小 老闆你好 你好 這個我做的旗宇要參觀一下嗎 好 不錯啦 做得很漂亮 以後看來還是不合格 蛤? 不合格 不合格? 對 我放在這飯店買 這直接買了六千塊 但是我看你的快點 這個鞋子的幸福 鞋子的魚比較寬 比較寬 冷的時侯 這個冷 我感覺有滿足 但是種的魚你看 你不會像蛤 偏那個魚吃滑 trigger 滑滑滑滑滑 沒那麼寬 看來這位老闆還真的是 … 不好意思 我来这里就是打工的 没有 你年轻人有这个情形 平均的1450多的游楼边 在他们买这个核心 实在很好 我很近乎 我们现在看的 就是年轻人 我就不过去买这个 为你幸福的工具 掌控着七间 玻璃处理厂的老板吴春慈 一语道破了这个行业的危机 十六岁就踏进玻璃回收业的他 从学徒做到董事长 十分了解玻璃产业的脉动 这个充满克制的工艺 有着绝佳的前景跟市场 但却因为辛苦 所以没有年轻人愿意结棒 十几年下来 人才断层让产业几乎是后继无人 我们现在有每年都做3、40年 3、40年 我们是毕竟要跟台湾的这个文化 会滴汤再维持下去 都没有担心 我十年后 你没有这些历史品 现在你说的是六千块 但是我相信 我十年后 这些你靠在三万块 你会不会掉 以六千块的艺术品来说 其中主要的成本 就花费在人意上面 大半辈子的岁月 都在摸着玻璃的吴老板说 玻璃产业走到了现在 有了更多的面向 不仅可以做成衣著品 也可以做成建材和工业原料 从民国61年创业到现在 吴老板对于玻璃的回收 仍旧有着一股热情 他说当初是因为球而打拼 好不容易熬到了全国第一了 却还是得担心产业继承的问题 当初我现在一天是一千块 对吗 若干年之后我出塞 出塞啊 我当初有多吗 有 我加两杯给你好吗 两杯 三千 三千哦 一天三千 要十万块呢 当初我感谢你 谢谢你这样子给我机会 能够让我来这边学习 但是现在你看外面天暗了 你若要让我明天再来 工业可能要生命 没问题 好 现在要让我来 今天你的工业啊 来来来 再放在这里给你买 好 好 来 谢谢 谢谢 我今天赚到了一千块的工资 这一千块呢 说实在的得爱非常不容易 谢谢老闆 谢谢你 谢谢 太好了 谢谢你 你光业也不会白费 不会白费啦 好 这一千块呢 我们也会捐给相关的 失业社服团体 多谢当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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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废弃的玻璃瓶 转瞬之间 变身成为展示窗里面 高级的收藏品 因为一股热爱玻璃的拼劲 老板吴春慈 摸遍了所有类型的玻璃 瘦遍了台湾各个角落 对他来说 青山 银山 都不如他自己的玻璃山 靠着沉堆的玻璃碎片 他把玻璃炼成了宝石 用30年的岁月 再造出封城新竹 亮点的风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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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